原调题 司马延有多达二十六个儿子 为什么他偏偏把皇位传给一个白痴儿子 司马延一生有二十六个儿子 封王的有十八个 早要没封王的有八个 按理说 十八个儿子中 要选一个优秀的出来 当皇帝治理国家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可为什么最后偏偏选中了白痴儿子司马延 因而造成了灭国的悲剧呢 司马延我觉得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 司马延相当于嫡张子 司马延的嫡张子不是司马延 是司马鬼 但司马鬼两岁就早要了 这样一来 司马延就是实际上的嫡张子 嫡张子继承这是汉人的老传统 到晋朝的时候也已经传了几千年了 嫡张子继承制度的好处是非常大的 可以避免皇子之间对皇位的争夺 所以司马延虽然有十八个皇子 但是作为皇位继承 司马中显然是最重要的 第二 司马延并不认为司马中是白痴 司马延不认为司马中是白痴 主要有四个原因 其一 没有一个父母会认为自己的儿子是白痴 司马延虽然是一个皇帝 他也是父亲 他也是很爱自己孩子的 其二 司马延是厌货 郑明儿的并非是白痴 司马延曾经出过考题让司马中做 结果 司马中的老婆贾南风等人 怕司马中漏下 帮着他做了 司马延没有察觉 以为自己的儿子能干 其三 很多人在为司马中说好话 司马中被立为太子后 他的身边有很大一帮人 他们当然不愿意司马中被费 所以肯定在司马延面前极力说司马中的好话 其次 司马延对司马中亲自顾问的很少 司马延刚当皇帝的时候 也是有过一段列经图治的 但是后来他就验决了证物 整天喝酒行了 娘车旺盛就发生在他身上 因此 他对儿子顾问的比较少 司马中第三 司马延想把皇帝传给皇太孙司马育 司马中比较笨 但皇太孙司马育却很聪明 而且非常孝顺 有一次 皇公 比师伯 司马育赶紧对司马延说 请他躲到暗处去 免得火光照见了他 出现危险 这既是聪明的表现 同时也是孝顺的表现 还有一次 司马延带司马延去看圈里的肥猪 司马延对司马延说 赶紧把猪杀了犒劳将士吧 这显然又是司马育仁爱的表现 于是 司马延就觉得这个司马育将来肯定是一个贤明的君王 司马中虽然不聪明 但是可以通过司马中 把皇位传到司马育身上 第四 司马延想扩大家族中自己这一支的力量 这一点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晋朝初年的时候 晋朝的政治格局非常复杂 因为司马家族是从曹内手上把皇位夺过来的 因此 这个皇位非常不牢固 为了削弱其他大臣及豪强的力量 司马家族就大肆分封同姓王 从司马懿的子孙 到司马师的子孙 到司马昭的子孙 到司马延的子孙 轮番封王 到晋朝初年的时候 已经分封了几十个同姓王 但 是这样一来 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同姓王势力过大 作为封建王朝 不管是义姓王还是同姓王 只要权力过大 必然要造成国家的分裂 所以 司马延想依靠大臣们 来和同姓王 尤其是不从他那一直出来的同姓王们 对抗 八王之乱 司马延到晚年的时候 丹羽想乐 不想干这件事 他想把这项工作 推给子孙们 当时 子孙们所能够依靠的大臣 主要有两个 一是司马中的外公杨俊一家 二是司马中的妻子贾南风一家 所以 在司马延看来 传位给司马中是比较恰当的 不过显然 司马延的考虑 显然没有起到效果 首先就是司马中的母族和妻族闹起来 贾南风杀了阳俊 接着 贾南风又把司马延认为 最聪明的皇太孙司马裕给杀了 这也就给旁支的同姓王们 找到了借口 八王之乱由此发生 晋朝被折腾灭亡了 参考资料 晋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